大家好,我是老李,今天来到了波士顿中国城 给大家看一看周围的环境,这边是个小型的公园 这边的高楼就是波士顿市中心 这是我妈 虽然美国的疫情还是很严重 波士顿中国城的人还是很多 挺热闹的 这边是一个小公园 有些中国人,附近居住的中国人在这打牌下棋 已经发生以后,我们都是很小心的 我们一直没有去餐馆内部吃饭 最多叫个外卖 这边一家餐馆乐长圈,以前我们经常在这吃饭 特别火爆,现在来瞧瞧里面人多不多 现在人还是挺多的 现在下午三点钟了,人还是这么多 这边以前天天都是排堂队 这是一家卖糕点的店 这边全是常人 中国城的街道比较窄,然后呢 车特别多,来了找不到车位 我们呢,准备随便走一走也不进去吃饭 以前这一家温莎点心 以前的经常来吃 这壁画画得很漂亮的这个麦 这边呢有个小停车档 那边呢也全是窗的 上面正在装秋可能是 前面是另外一条街 这边墙上也有个壁画 那边墙上也有壁画 中国城的房子都特别懒了 可能都至少100多年了 所以呢有些可能相对状况差一点 这就是刚才我们走过来那条街 然后呢就这边转一转看一看 这边呢是一条比较大的路 但是这边呢可能餐馆就少一些 那边呢有个银行 大空银行 这边街头呢也有卖百套的 这个有个很小的店面 然后呢在卖东西 这边应该是住的公寓 和一些小型的办公室 这边餐馆很多 大部分呢都没有去过 有一部分是去过的 这些地方都是老房子 一般一楼呢都是比较稍微大点的店 然后呢这边的地下室呢 都是比较小的店 例如这个地下室是服务品 看看但也不是全是在地下 应该就是半地下 这家呢是黑糖饮料 好像最近挺火的 看一看这多少钱 一般一杯饮料差不多六美金 我们来波士顿中国城主要是买菜来了 在这时间算一算 然后呢买点吃的零食 例如买个包子了买个点心之类的 这家小桃园海鲜餐馆 以前经常来 好我们在中国城逛一会儿 买了点零食 买了点点心 下面去到中国超市买菜了 买菜就不给大家拍了 好今天的视频到此为止 好 好